繼續開會 接下來 黃文毅 林志鴻 江瑞鴻 李雅慧 鄭孟儒 黃秋英 六位議員 共用九十分 請歡迎 議長 市長 各位媒體先前 各位董人 和電視機所有的市民朋友 大家好 首先我們六位 在這裡聯合執行 在這裡首先我們六位先恭喜 韓先生 你的政見成功 可以重選我們高雄市的市長 我們六位在這裡先給你恭喜 在這裡 那個會在我們董團 有拿了很多你 要計算的時候 你拿出的政見 你也沒法度說 做那些選明 我們聯合執行 待會兒 會讓你抽 因為時間最高的 抽一個就好嗎 市長 好嗎 我們今天三比數 三比數 那我們市長抽到的是 散麻場 好 散麻場 首先 謝謝市長 抽到這支籤 這支籤其實對我們左南區的市民朋友來講相當重要 因為他們非常的關注 我們知道我們市長在就職之前 曾經有拋出這樣子的一個議題 就是要在我們南指區中游的五金簽場後的場地 發展所謂的散麻產業鏈 那也想要把團隊帶到香港去取金 那當然這當中有相當多的各界的聲音 有很多的意見 我相信呢 在市府團隊也會針對 曾經有針對這個議題來做過討論 因為我手頭上就有一份 我們觀光局在1月8號的簡報當中 就是我們畫面上看到的 廣州四方課告急萬眾游 這個簡報我相信市長應該還是有一點印象 那下一個畫面 這個簡報當中呢 他有提到一個其他創新方案當中的第八條 就有講到我們的高雄賽馬產業 那我們就很好奇囉 接下來我們的觀光局是要如何來發展 是不是有要做 那當中有沒有包含這個博弈的部分 我們請觀光潘局長來幫我們回答一下 謝謝 謝謝議員指教 在紐約紐約裡頭有一句經典的名言 如果你能夠在這裡成功 你就可以在全世界都成功 所以在高雄我們現在已經南方崛起 我們應該要逐夢 要勇敢的去追夢 任何在其他地方成功的經驗 我們都要去學習跟取經 是不是用高雄經驗未必 可是我們一定要有勇敢做夢的可能跟打算 所以在這個議題裡頭 我們不會去抹殺可能的成功性 但是我們會做最好的評估 然後也會經過公聽會 還有議員出公的肯定之後 才會去逐漸的執行 以上謝謝 所以局長您的意思就是我們要嘗試還是要去做的意思嗎 我們會嘗試的去把成功的經驗引進參考 然後一定會落實 先請大家廣聽民意之後 我們才會決定要不要執行 因為其實高雄如果要推賽馬 它有分好幾個層次 包括說馬匹 馬匹可能是澳洲的馬 因為高雄比較熱 沒有你的馬匹 你就要找冰塊 找冷氣 耗電量比較高 不好意思局長 你的技術部分 我們今天就先不做討論 那我們就是 當然您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會有這個意願要去發展看看 然後當然就是各種技術層面 可以克服的話再來說 是不是 我們會先去把幾個成功經驗 有賽馬經驗的幾個地方 包括香港 澳門 這些離我們比較近的 我們會先去參考跟觀摩 還有去了解 他們的賽馬產業 是怎麼樣的一個蓬勃 還有他們的優惠點 以觀光局長的意思就是 我們確定要做 我們有夢最美 希望相隨對不對 沒有 我們確定會去考察 會去考察 會去演藝 那會包含博藝的部分嗎 會包含博藝嗎 我們確定去考察所有的可能性 但是那個選擇體的選項 有12345 博藝是其中的第五 但是我們不一定要做博藝 不一定 一定 因為如果我們要做博藝 一定要經過所有廣大的高雄市民的同意 還有議員諸公的監督 所以我們絕對不會貿然 在民意沒有通過 議員沒有合可 我們就去執行這個方案 謝謝局長 好 那我接下來請法治局長 法治局長 我要請教你一下 我們法治局長 我本席問一下 我們如果發展賽馬場的可行性 目前你們評估的如何 因為這牽涉到一些法令的問題 你們有沒有做評估 請等我來 謝謝議長 那麼謝謝議員 那這個部分呢 跟議員報告 因為這個涉及到這個中央的一個法令的部分 那麼所以呢 我們地方呢 可以這個年令草案 那麼跟中央建議 來排除相關法律的一個束縛 那可以參考那個 像離島建設條例 那麼像離島建設條例裡面 它就排除 它就說 這個依前向法律特許 經營觀光賭場 以及從事博弈活動者 不適用刑法賭博罪之適用 換句話說 如果要執行這樣的一個賽馬呢 那麼首先呢 因為它涉及到中央的法令 所以呢 我們可以向中央提出建議 看是不是幫制定一個專法 然後來排除 我們法治局有沒有去研議 我們目前影響到的法律有哪幾個層面 跟議員報告 目前影響到的法律有兩種 一個是刑法的賭博罪 一個是有關動保法 在動保法的這個 第十條的一個規定 所以目前的狀況是還不能做到 跟議員報告 目前的狀況應該是這樣 就是說 要透過跟中央建議 令定專法來排除 那沒關係 就是以目前的話 市政府是還沒辦法做到嗎 因為還卡在中央的 相關的法令的問題嗎 應該是這樣 跟議員報告 所謂不能做到 應該是這樣 這樣就是這樣 不是這樣 所謂不能做到的範圍很廣 如果說我們 積極的從事這個草案的一個 擬定跟中央建議 從這個層面來上 我們是做得到的 那至於說 要實際上 開始展開賽馬的行為 當然還做不到 當然需要中央這邊立法 是 好 那這樣的話 我要請教一下我們韓市長 市長 請問一下 就是目前針對賽馬場的部分 有沒有我們高雄市政府 要去擬定一個相關的草案 相關的法案 然後請我們的 像高雄在地的國民黨立委 或是我們中央相關的立委 去推動這個部分 請答案 謝謝議長 謝謝六位議員 我也不知道我第一個簽會抽到賽馬 我們現在面臨到的狀況 大家都知道 我們將近有2700億的負債 未來我們市政府跟各位議會 我們怎麼面對這個問題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二 現在已經2019年了 我們用什麼觀念跟思維 來面對 人家已經實施幾百年的 賽馬這樣的一個運動學生 是 沒有問題 那我現在請問的是 我們市政府 有沒有要引領相關的法案 交送中央 我非常想要您的 那目前有在規劃了嗎 目前還沒有規劃 但是我個人非常想要您的 而且我想我很快就會交代 好 謝謝市長 賽馬場這題所以你的態度非常明確 就是說現行的法令無法解決 所以這件事情是市長的政見 也是公關局攀局長在大力推動的事情 所以說現在市長的態度就是要积極 要用市府的版本 不管透過行政院的提案 不管透過國民黨立委的提案 都希望可以做到 對嗎 一旦啟動 就不光國民黨立委 連民進黨立委在高雄都會拜託 好 了解 好 接下來要跟市長就教 在競選期間 不管在公車廣告 或者在大型的看板 你都打造高雄成為全台首富 但全台首富是所有人很多的疑問 什麼叫全台首富 哪一件事情哪一個指標 可以讓高雄成為全台首富 我們看下一頁 第一個問你的是 這是來自於高雄市政府產經情勢報告第三季的資料 六都營利事業銷售額在去年的1到8月的統計 高雄市是3兆710億 台北市第一名 8兆3742億 短差5.3兆 目前高雄市的營業 營利事業的銷售額的統計是如此 意思是說 你在4年內 要超過台北市 平均一年 就要增加超過1兆的營利事業銷售額 去年的 明年的 同期 1到8的統計 請市長回答 有沒有辦法 達到4兆的營利銷售額 謝謝林議員 我不好意思 你內心深處 西不希望高雄變全台首富 我希望 我相信你會做得到 所以我知道 你會努力做 但是 不能只是一個夢想 夢想要實踐 重點是你怎麼實踐 目標是什麼 要講清楚 我跟六位議員報告 我相信六位議員在座 內心都希望高雄變全台首富 市長 請問 請這個問題回答 你要問我方法論 我知道 但是我們先講 我們心理上都是一樣 然後第二問題 高雄有沒有可能變全台首富 我的答案 YES 我們有可能 4年 8年 10年 20年 你意思說我不會連任 4年8年 10年20年 你會連任20年嗎 林議員 目標是在這裡 台北市積累了3000寵愛 在一生幾十年 高雄開始甦醒 光這20天 這一個多月 看 台北市飯店的住房率 跟高雄市飯店的住房率 以及 來自各地海內外的觀光客 到台北市高雄 你不覺得高雄一開始改變了 我懂 所以你沒有辦法 承諾回答 明年的1到8月的 營利世界銷售成長多少 這是你沒有辦法回答 我知道 我不是沒有辦法回答 另外我再問你的是 現在高雄市的這個產經的統計裡面 有20項的分類 你要針對哪一項 是你優先要做的事情 我面給你聽 有農林漁木類 礦業製造業等等 還有不動產 住宿餐飲 就目前為止我的觀察 你在做的事情 所有的貨賣的出去 都是在農產品 這是我對你肯定 那另外呢 你在推動人進的來 主要是在住宿跟餐飲業 這是我對你肯定 好接下來你有哪些產業 你是要持續認真 用力的 讓產業的復甦 可以達到所謂的明年的目標 林議員我跟你報告 我認為我的腦袋還夠清楚 剛剛講的批發零售 還有物流餐飲以及自由業 是代表高雄是幾十萬人的就業 就算這邊很興旺 我們高雄不可能大富大貴 好 我們高雄大富大貴 僅價做首富一定要靠產業 我這個腦筋是很清楚 好 那我跟市長就叫 在產業類別裡面 製造業高達一兆三千多億 在批發零社會一兆多 你在批發零社會 剛剛你有講到 明年的八月 你要讓批發零社會增加多少 現在當我們都在往正方向正能量 在衝刺的時候 我每一個環節 每一個時間點都計算 一定有多少 我很難計算 我要跟你很誠實的報告 但是這個方向跟衝刺的速度 都是肯定的 我知道了 我知道市長願意拼 願意做 但是目標訂不出來 所以為什麼現在很多市民 會產生疑慮就是說 到底市長談了那麼大的願景 那麼大的目標 要怎麼做 多久做得到 大家捕傻傻 搞不清楚 這是市民對你的疑慮 另外 我們請看下一頁 銀利事業銷售額 沒有辦法回答出來 沒有關係 我們再問 再問的是 一樣是高雄市產經勤勢報告裡面的 加戶平均經常性收入 台北市是176萬 高雄市是124萬 再看下一頁 我們這邊是短差 52萬 下一頁 加戶平均可支配所得 台北市是134萬 高雄市98萬 短差34萬 這些是庶民經濟 每個加戶的經濟來源 可支配所得 每個加戶的生活 目前可支配所得差34萬 你多久可以讓高雄市超過台北市 林議員 你都把數字跟差距講出來 你不覺得我們應該共同努力嗎 我知道 我是要跟你共同努力 但是我們站在議員監督的職種 我們必須幫市民清楚知道說 現在新的市政府 韓國瑜當市長的市政府 誓言要拼經濟 但是要有目標 要有做法 除了願景以外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會全力去衝 哪一個時間點 今年五月 明年五月 後年級 我不曉得 我不能很明確的告訴你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的是什麼 是一定會往這個目標去衝刺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你往那個目標衝刺 我都知道 但問題是大家想要知道的是 到底那個目標什麼時候達成 在明年的時候 後年的時候 可以達到哪一個目標 這是更具體 你需要清楚說明白的 我知道市長 你沒有辦法回答 你已經很明確表達了 我現在講出來不就是在 直接說謊公北插 我現在說明年八月怎麼樣 後年我沒辦法講出 這麼準確的數字出來 但是你最近林議員 你當選這兩個月 你沒有感覺到高雄市 好像一鍋水在煮開了嗎 大家都覺得很有希望嗎 你沒有強烈感受 你一天早就跟學生在一起 市長我也對你充滿希望 但是希望不是夢幻 希望是要實踐的 所以要怎麼實踐非常重要 這部分我要提醒韓市長 你必須很清楚 跟所有市府團隊 把所有接下來的施政目標 優先順序列清楚 不然每一天講A 明天講B 後天講C 講到後來到底哪件事要做 不知道 一下講愛心產業鏈 一下子講 冷水加熱變溫泉 這些東西 你不覺得社會大眾 都看得匪夷所思嗎 這是我要提醒市長的 先把一件事情做好 而且清楚的 把目標定清楚 朝那目標前進 今年 明年 後年 什麼目標 往那目標前進 可不可以 謝謝林議員 我們一定會往這目標前進 請給我們一點時間 好不好 我會給你時間